我是佳薇,今年大雨 我希望上一位女生,她就有遗憾,我们年后一个可惜 我想她表白,近期都是,她接触了我们 她常告诉我,她喜欢去宝宝,她说,宝宝漂亮,宝宝宝,可我却总不应该说宝宝是宝宝的 一年后,也很成了班上第一名的学生,而我却感觉很颓废,没什么成就 我常买给她宵宝,那是我对她的一片心意,她却总是忘了吃 我开始做健职,并认识了一位女生,自由 她总是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帮我一把 我约了她去夜市,同时也欺骗了遗憾 这是我第一次欺骗她 每次下班后,我和自由常去买饮料 只抱不住我,她发现了,其实我和自由只不过是同事般的关系而已 我回来啊 去哪里? 就...去伟生的家 去哪里? 伟生的家 去哪里? 我刚刚不是说了嘛,伟生的家 去哪里? 我甚至解释,但总是得不到好的反应 终于,她消失了 我怎么也找不到她 房子空荡荡的 我看见泡泡,但我不懂那代表什么 一星期之后,我收到她的一封简讯 她即将转学去 她又在巴士站回面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只不过,我还是找花牌 那是吗? 我把箭子吃了 再也没跟自由联络 只不过,我终于懂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 就像泡沫般的脆落 被谎原一挫就破 爱情放出漂亮的色彩 但一转眼消失无重 无论如何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美丽的经历 我会撕着忘了你 虽然我没做错什么 但我还是对你认错 对不起 谢谢你 时间灰灰灰灰的 笑容蓝蓝的 回忆凝固了 照片缺失了 照片缺失了 我见到谁的 调色盼坏了 没有关系的 让我惦记着 朋友啊 我始终相信 你会再快乐起来